大家都一直最近在講說 和解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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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讲和解犯的 不知道是民进党画错重点 还是民进党又在故意的造谣声势 他们竟然讲说 我们这一次吃饭 就是来讨论中央总预算 国民党跟民众党有这样讲吗 韩国瑜有公开讲说 我们这一次大家坐下来 吃一顿饭是真的就所谓的 就是来和解的吗 就是来讨论中央总预算这件事情吗 没有嘛 只是说你卓榮泰竟然有这个心胸 有这个想法 那我们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顿饭嘛 大家要彼此交换一下 降低一下这个同仇敌忾的气氛嘛 结果没想到民进党在那边自嗨 他们讲说 我们中央总预算要通过了 因为我们要吃和解犯了 卓榮泰都愿意跟韩国瑜吃一顿饭了 那我们的赖清德呢 赖清德去哪里了 赖清德到底有没有要跟大家协调 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国民党跟民众党会出席 坦白讲也不是因为你卓榮泰 是因为韩国瑜 对不对 他们是给韩国瑜面子 不是给你卓榮泰 不是给你赖清德面子 大家都一直最近在讲说 和解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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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讲和解犯的 这件事情是这样子 索榮泰找韩国瑜去协调说 看可不可以约民众党跟国民党的党团干部 包含傅昆席 黄国昌等等 看可不可以一起来 大家来针对相关 接下来朝野和谐的部分 我们做一个讨论 结果没想到 不知道是民进党画错重点 还是民进党又在故意的造谣声势 他们竟然讲说 我们这次吃饭就是来讨论中央总预算 国民党跟民进党 国民党跟民众党有这样讲吗 韩国瑜有公开讲说 我们这次大家坐下来 吃一顿饭是真的就所谓的 就是来和解的吗 就是来讨论中央总预算这件事情吗 没有嘛 只是说你卓榮泰竟然有这个心胸 有这个想法 那我们大家一起坐下来吃顿饭嘛 大家要彼此交换一下 降低一下这个同仇敌忾的气氛嘛 降低一下投资的过程嘛 降低一下嘛 我们看可不可以降温 结果没想到 民进党在那边自嗨 他们讲说 我们做二种预算要通过了 因为我们要吃和解饭了 那有那么简单啊 我跟各位报告啦 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场才很死啊 就是中央总预算 你行政院各部会不退回去 你们不滑好重写的话 国民党跟民众党不会让步啦 寸土不让啦 意思是什么 不要再威胁什么 一顿饭就可以处理跟讨论中央总预算 说过就过 这是假的 不可能 所以我就讲嘛 民党你想太多了啦 行政院想太多了啦 不要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啦 韩国瑜跟国民党跟民众党都没有这样讲 不要又从你们嘴巴讲的这些话 塞到这几个人的嘴巴里面了 所以我在讲嘛 有很多事情 不是大家想的这么简单嘛 我以为说我们的韩院长跟他吃个饭 以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我讲的难听一点啦 你耐心的出来了没 你耐心的讲话了没 一句话都没讲 你没有讲你还要叫PR人那边帮你讲话 还要当你的代言人当你的发言人 那当总统也没有必要啦 现在烫手上面有没有中央总预算 你们每一天都在 民进党都在讲说 你们中央总预算如果没有通过 我们该怎么办 你们每一天都这样讲 但问题是 你们最高指导的这个 我们所谓的总统是指挥官嘛 民党也是你管的啊 你们编的预算你们编的啊 你们有问题那为什么你不跳出来协调呢 对不对 你就是把锅子甩给我就讲嘛 他把锅甩到左翁太身上 左翁太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只好拉一个人再来 拉一个人来背书拉一个人下海嘛 要死一起死嘛 就拉韩国瑜嘛 那你就韩国瑜是笨蛋吗 不可能嘛 所以我说韩国瑜从刚从之前到现在 从来没有讲过 明天吃一顿所谓的和解饭 就可以处理完中央总预算 国民党跟民众党绝对不会让步 好不好 各位是这样子的 哇 对啊拍摄风景说原来 吃饭是有目的的 目的啊 目的还不够明显吗 哦 我真的是哦 太夸张了啦 好啦再来是啦 你说明天这顿饭也因为一个人哦 我跟你讲失焦了啦 各位 失焦了啦 我都觉得这顿饭哦 以目前这样来看了 明天饭还是会继续吃啦 但我觉得因为这件事情 我觉得完全失焦了啦 这样讲好了啦 大家对这个人可能很陌生啦 他是 之前从蔡英文时代 就是在总统府 哦 他当发言人嘛 总统发言人嘛 张敦涵 哦大家知道吗 张敦涵 哇我们的和解饭延期了吗 哦 看一下哦 嗯 好 我们的和解饭哦 延期了哦 因为山陀而台风 重创高雄 主要跟韩国瑜沟通 救灾第一 我说哦 苦民所苦这件事情哦 韩院长彻底体现了 很多人在讲嘛 今天有人在讨论呢 说哎 哎 明天不是要吃和解饭吗 那为什么这一次高雄受灾 这么的严重 卓文太院长怎么都没有来 卓文太院长人呢 还是卓文太院长在等明天晚上的和解饭呢 大家就在想嘛 结果你看 这个韩院长 不知道现在是韩院长跟卓文太沟通完 还是卓文太跟韩院长沟通完 势必有一些意见上的交换跟交流嘛 以救灾为重 好不好 朝野攻防可以先放下了 这才是重点嘛 对不对 好啦 那我在讲嘛 这个朝野犯其实因为我们 这个和解犯啊 虽然说 虽然说明天是延期了 但一定还会办嘛 但我觉得因为这个延期哦 搞不好最后连这个取消的空间 还是存在哦 OK 为什么讲存在 我跟各位报告为什么 这个哦 张敦涵现在是 赖兴德总统府里面的 总统府的副秘书长 职位非常大啊 那我问你 副秘书长出去接受采访 他讲的内容 某一个程度是不是代表着总统 对嘛 代表着赖兴德的意志嘛 赖兴德没有放行你去专访 你去访问 你一个从政府的副秘书长可以代表 总统讲这么多事情哦 还可以针对中央总预算指指点点 你什么东西啊 赖兴德没有下这道命令给你 你敢做 我还不敢听呢 对不对 好 来他讲什么来 我先跟各位报告他讲什么 首先 他就先酸韩国瑜 来他讲 现在立法院当下的是国民党跟民众党 做主的是韩国瑜 而韩国瑜曾说莫忘世上苦人多 并强调中央政府的预算是用来照顾人民做地方建设 如果立愿不省预算 地方是裁员很有限的话 一定要中央地方合作才能快速改善基础设施 影响层面非常的广大 你没事去酸人家韩国瑜 莫忘世上苦人多干嘛 人家是真的这样想 你刻意提着干嘛嘛 对不对 你在酸韩国瑜吗 你在酸韩国瑜 有事吗 你有事吗 对不对 张东涵你有问题吗 你在酸韩国瑜 韩国瑜现在是立法院院长不是以前 你们把他当仇人看然后把人家罢免的那个前高雄市长 你搞清楚状况 这个这一顿和解饭 如果真的吃得成 某一个程度你还要谢谢韩国瑜 你拿这个莫忘世上苦人多这一句话 你去酸 对不对 你去酸韩国瑜 你什么东西啊 韩国瑜政治能量有你低吗 韩国瑜的智商有你差吗 没有嘛 你讲这东西干嘛 好 再来 他又继续讲 他说总预算如果被冻结或不省 对于新兴计划 原本计划新增的预算都会受影响 他说台风要到了 治水经费也会受到影响 我就讲了嘛 又是另外一项恐吓手段嘛 我讲了 现在的114年度的中央总预算 那是明年度政府的新兴计划 那如果现在呢 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呢 现在我们这些 不会 运作的这些经费 这些预算 其实可以沿用上年度的 OK 基础的维持住就好了 对不对 没有问题啊 你们不懂得反省 然后你又想要代表 你是代表谁 你代表赖清德恐吓在义党团吗 张对海你代表民进党团 施压国民党跟民众党团吗 你代表什么人物吗 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讲清楚啊 你什么样的身份啊 对不对 然后再来是 大家关心嘛 卓润泰都愿意跟韩国瑜吃一顿饭了 那我们的赖清德呢 赖清德去哪里了 赖清德到底有没有要跟大家协调 坐下好好谈一谈 大家很关心啊 赖清德不要只要关在总统府里面嘛 你试着走出来晒晒太阳嘛 好不好 对不对 他讲什么 他说赖清德仍然很希望 朝野有合作的空间 不过总预算是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 行政院长卓润泰也很有诚意 表达愿意跟朝野党团互相沟通 意思是什么 赖清德啊 也很想要 跟大家沟通 但是预算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是行政院长的工作 跟我没有关系 所以 这个中泰你要去瞧好啊 对不对 这个锅你背了 这个锅你扛了 我耐心的跟你没有关系 这也印证了一句话嘛 之前就有人讲嘛 中泰这一届绝对做不久 了不起说一年就要被换掉了 内阁就准备改组了 内阁改组可以换谁 跟各位讲啦 陈其迈可不可以 陈其迈剩最后一届啊没有下一届啊 他为了安抚陈其迈怕2028陈其迈跟他抢位子 所以赖清德搞不好会直接叫陈其迈进去行政院当院长嘛 这个路线跟谁很像 跟当你的赖清德一样啊 小英怎么 小英怎么教赖清德的 赖清德就怎么教陈其迈嘛 就一棒接一棒嘛 搞得像星火相传嘛 对不对 你以为奥运 你以为是奥运圣火那边接棒吗 太夸张了吧 你们这些人还看不出来吗 我说真的啦你们这些人搞清楚 赖清德好不好 他有自己的盘算 我跟各位讲啦 卓榮泰以 张敦涵这句话代表什么啦 卓榮泰是可歌可泣的角色啦 对不对 食之无畏 弃之可惜啦 有没有卓榮泰 对赖清德来讲没有关系 所以他意思是什么 张敦涵意思代表什么嘛 我赖清德不想要跟你们在野党团沟通嘛 你们这些蛮横不讲理的流氓嘛 就是你们在给台湾社会添乱 扯我后腿 就是你们这群 虾兵蟹将 赖清德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 不然呢 不然你为什么 为什么张敦涵还可以帮他发言发那么多 你凭什么 你到底凭什么 对不对 你是嫌事情还不够多是不是 你们这些人都嫌事情还不够多对不对 一个帮黄贼 帮一个贼推荐时代杂志 一个在那边提油救火 然后还笑得很开心 这个也是一样 全社会防卫任性文会也是其中议员 你说这样的执政团队 对台湾有什么帮助 对台湾有任何加分吗 完全没有嘛 那我就讲嘛 左龙胎也很会啊 行政院也很会啊 那行政院原本 明天如果造就何解藩要吃的话 如果造就的话 假设 那当然 张敦涵这个营闹 很多人担心啊 国民党就群起 群起愤怒嘛 想说 张敦涵你凭什么啦 你在搞什么东西 你酸我们韩国瑜 你什么东西啊 对不对 他们一定会不爽嘛 原本怕他就说何解藩 因为张敦涵这件事情添乱 那结果没有办法促成嘛 结果发现 最后行政院也担心嘛 行政院马上被迫的要出来 收拾残局啊 他怎么 行政院怎么讲 他说会持续 全力沟通 总预算案 左龙胎也提过 对朝野党团参序的期待 外界不要过于 过多的政治解读嘛 左龙胎也很明确知道 赖兴德跟张敦涵在搞他啦 你每次讲那些话干嘛嘛 你照理来讲 我们说 这个在 我们这个 朝野之间党团之间 默契还不足的时候 你不是应该建立合作默契吗 那这些合作默契一定会有些摩擦嘛 那大家互相的退让 彼此的互相 你一进我一退 原本就是应该这样子啊 结果没想到 出来有人添乱 饭都还没吃 碗就已经掉下来 谁搞了 张敦涵 赖兴德 所以总的那段会太怕担心嘛 你们现在在搞我 你搞得我处境难堪嘛 我搞得我不知所措嘛 所以行政院马上发新闻稿说 收拾餐局 把那些破碗捡起来 看可不可以把它黏回来嘛 不然饭也不要吃啊 对不对 那就明天 因为台风延期了 但我认真讲啊 你说这顿饭得不得 要不要吃 应不应该吃 绝对应该 绝对必要 而且我跟你讲 国民党跟民众党 会出席 坦白讲 也不是因为你左荣泰 是因为韩国瑜 对不对 他们是给韩国瑜面子 不是给你左荣泰 不是给你赖兴德面子 如果你赖兴德 你真的这么愿意 想要跟大家沟通协调的话 我跟大家讲啊 赖兴德就到立法院 进行国情报告了 不会说那个是违宪啊 对不对 当初选前 你自己想说你愿意国情报告 总统赴立院进行国情报告 你从你嘴巴讲出来的承诺 结果你选后 你把他当屁在放 对不对 搞六亲不认 所以说这样的领导者 怎么领导台湾 难怪嘛 行政院总统府里面 乱成一团嘛 对不对 难怪赖兴德会 嘻嘻嘻嘛 对不对 将官没有站好 站没站下 没有立正站好 我先骂再说 哈喽大家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中天二台用心 制播的节目 喜欢的话呢 也请给我们点鼓励 帮我们按下订阅加分享 并可以持续的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同一个时间哦 继续的来收看我们精心制作的节目 那现在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非常喜欢用的产品哦 那就是中天保养品牌KS所推出的最新产品KS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那它的成分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有避免蓝光神盾的架枣植萃 能防御环境里的3C产品 以及各种光源对于我们肌肤所造成的各种伤害 还添加了黄金海藻成分 帮助我们的肌肤哦持续的活化 继续的维持年轻 而这支KS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呢 不认识在你出门的时候 或者是你出去游玩到海边 绝对都是非常必备的一项利器 365天呢天天抗光抗老化 选择这支KS Royal Care皇家呵护系列的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让你防晒隔离一次解决 抗光动灵一瓶就能搞定 您的保养日常就交给KS吧 好了一定很多朋友会问说 这插起来到底会不会像 坊间的这个防晒乳啊 有点黏黏的或者是有点不舒服的感觉 放心放心完全不会 因为这支产品哦 它插起来的感觉哦 真的是非常的清爽 而且完全不黏腻哦 不含商料啊 所以这个儿童 孕妇甚至全家人哦 都可以来使用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请到快点够下单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852张赏友 更多折扣哦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ES 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 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您呵护全家人 专属您的KS Royal Care 烫光清爽高防晒凝露